朝日新聞報導 刺殺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的嫌犯 山上徹也的一名七十幾歲男性親戚說 山上顯然將自己生活困頓 歸入於他媽媽信奉的宗教團體 列明住在大阪府的親戚說 因為媽媽加入的宗教團體 他從小吃虎 山上原本在來良縣 和父母、哥哥和妹妹同住 經營建築公司的爸爸 在他幼年去世 山上的媽媽接受經營之後 變得最深於宗教活動 大手不捐呼給這個團體 列明親戚說 山上的媽媽可能 想透過宗教組織 尋求人生問題的解答 不久之後 他可以接接到 三上家三個小朋友來電話 我們在家完全沒有東西吃 而山上被捕後 告受調查人員說 我無法原諒這個團體 因為媽媽甚至在破產之後 還繼續捐錢給他